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周四了 就是這一個禮拜大家過得如何 這一個禮拜 我去嘗試配了一副新眼鏡 有 我看到 我好像不怎麼看你戴眼鏡 對啊 那我把他放在辦公室了 不是 你沒有近視 我叫起來了 你沒有近視嗎 我沒有近視 那你幹嘛特別去配啊 因為他剛好看到有一個 然後那種 應該是說 他說什麼追隨數 然後可以折0.5 就只要一個人追隨就可以折錢 然後我想說那他就免費啊 是什麼有擋藍光之類的嗎 對 IG 然後結果我就想說 那既然這樣我就試著戴一下眼鏡 好了 因為平常不是看電腦看很久 那可能你會覺得說需要抗藍光什麼 那我就抗藍光螢幕不夠 抗藍光 藍光 這真的不好念 我跟他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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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藍光 他也不行了 我也不行啊 真的 反正就是想說 因為我有點點閃光 大概75度 但是基本上是看得到東西的 那超輕微的 我閃光超嚴重的 你閃光很嚴重 好像三四百度吧 所以你看燈 或是看螢幕 你看到的是什麼 等一下你是把 近視度數看 沒有沒有我沒有近視的 你只有閃光 你閃光真的很嚴重 對 你是怎樣都 這樣子看東西嗎 可是我覺得我看東西很正常 沒有你看公車號碼 你沒有覺得就像是那種 觀音菩薩下凡這樣 全部都是光這樣 什麼都看不到啊 我覺得好像還好耶 你看得到數字嗎 如果像是那種看板 我不知道耶 應該可以啊 我覺得我現在看都蠻正常的 你看得到幾點鐘嗎 我看到 那下面的字你看得到嗎 下面的字你是不是就不行了 就不太清楚 可是勉強 可以看出它的形狀 所以我大概還是知道是什麼字 那既然近視這麼多 不是近視 閃光這麼多度 你有想過要配眼鏡嗎 我沒看過你戴耶 我好像國小的時候有配 可是我真的覺得超不舒服的 你是說因為鼻子這邊 感覺會有一個 有個東西 異物感 對而且我一把眼鏡拿下來 就很容易不見 你眼鏡就會不見 對 就跟我戴雨傘常常 就是只要回去沒有下雨 就不會戴雨傘 所以眼鏡是泡妻式的 賣咖啡這裡超多我的雨傘 對 就是我小時候就是眼鏡 如果脫下來 睡覺一下 然後我回家 就突然想到 我眼鏡呢 然後就不見了 這樣子帽子也不行啊 不能戴配件出來 對啊就是 除非你是要用整天的 不然很容易忘記它 會不見眼鏡嗎 會 我會找不到 我天天找不到我眼鏡 我那時候配了一副框的 就是透明鏡片的 然後有一次放在課本上面 我還說 你有看到眼鏡嗎 沒有 我脫到眼鏡 不是有一個最瞎的 是那個眼鏡戴在頭上 眼鏡戴在這裡 然後跟我說 我眼鏡啊 然後就說 在這裡啊 就跟那種項鍊或什麼 對 也是 我還有掛在這裡的時候 你有看到眼鏡嗎 然後我真的常常找不到耶 你像老人你知道嗎 會 而且有時候因為 脫影型眼鏡或戴影型眼鏡 你會忘記你前面放哪裡 然後可能在廁所房間 真的有一個角落到 我就說 你有看到我的眼鏡嗎 就是會找個眼鏡找很久 後面我索性 都會有大概兩副起跳的眼鏡 在我的房間 怕自己眼鏡不見的時候 你這麼多副眼鏡喔 因為造型不一樣 對 有些人會為了穿搭 然後我也是想說 那可以做個造型 所以就順便戴一下 我想說 我突然想想你不是沒記是嗎 不過我覺得眼鏡 確實是蠻好當做裝飾 因為我看到小葵 好像也有一起去 跟你分開 他也去配對不對 我不知道 但我看到Leggy也有 Leggy也有 對 就好像還蠻多人有 它是他們辦的活動 每個人都可以參加 應該是那個 那個辦的活動 它是大家都可以參加 任何人都可以 那我覺得應該是 去弄一副的 想要去拿一個 你到底要幾副 因為我真的很容易 把眼鏡弄不見 所以你要一堆後輩 因為我真的很不愛惜他們 不愛惜他們 我的眼鏡通常 以前我是買鏡框 買幾百塊的 然後去配晶片 晶片大概一千塊 然後現在是買那種 也就是一兩千塊的鏡框 然後配一千塊的晶片這樣 就是有時候 我就會讓晶片 把眼鏡刮花 或是說他有點歪掉或幹嘛 就是沒有特別照顧他 因為我覺得戴眼鏡盒 我覺得戴眼鏡盒 真的太重太麻煩了 所以你都是 就直接把它丟在包包裡 他可能在出來的時候 已經骨折了這樣 對我戴眼鏡也是這樣 就是不用眼鏡盒的 就是你還要打開 很麻煩耶 再關起來 超麻煩 超麻煩 它看起來很脆弱耶 這很脆弱耶 看什麼眼鏡 因為傻眼那種粗黑框 這不太會壞 對那個就很強 那個很強 那個超那個超的 欸你們小時候有沒有看過一個什麼 Amanda 哪一個 Amanda 以前無名有一個很流行 戴黑框很正的女神 Amanda 你是說一個人喔 你是因為她才開始戴膠框眼鏡嗎 沒有那時候我還在戴透明的 我那時候還戴過一個很奇怪 我戴橘色的 然後橘色景片 我覺得季風了 我現在回去看 那副眼鏡還在真的無比丟臉 我下次可以戴著你們看 那時候配的那個當下心得 應該是覺得很特別 對啊 很潮 學生時代常跟人家不一樣 你小時候沒有一定很潮啊 還好 很潮就覺得潮流尖端 真的很醜耶 可是 現在當然覺得醜啊 可是你小時候 那時候很風光啊 沒有到風光 大家都會知道 那個戴橘色的眼鏡 那個 不會現場主任都說 那個橘眼鏡的 很尷尬 點名都先點他 聊天室說蘆蛋好猛 什麼意思 蘆蛋到聊天室嗎 好 蘆哥好猛 怎麼了 是因為聊到眼鏡嗎 我不知道耶 因為講到眼鏡的話 我也會想到蘆哥啊 為什麼 因為他也是 屬於很常戴墨鏡 喔 因為他節目的形象 他那個應該是他的形象 就是他的形象 也是跟眼鏡脫離不了關係 我覺得這次那戴墨鏡很累耶 就是他看東西 對啊 就已經看不清楚了 但是我覺得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突然就是眼睛閉起來 也不會馬上被發現 哈哈哈哈 你說他根本就在睡覺 可是他有試過 我之前有試過 我曾經有試過 然後我就自己這樣閉起來 沒有 沒有人會發現 他該不會有一集 是從頭到尾都閉著眼睛 然後講話 比較輕鬆一點 沒有就可以 他搞不好可以像大雲那種 閉目養神法有沒有 就完全不動如山 然後這樣睡 然後呢 只要再搭配上個墨鏡之後呢 就完全沒有人會發現 他這樣就真的遲早有一次會真的睡覺 人物我要告解 我曾經在某一天的賣咖啡 戴著墨鏡的時候閉目了 到底是多累啦 終理啊 不是因為有時候 有一件空檔的事情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參加 那你就可能放空 要戴著墨鏡就會覺得 起霧心靈的 就笑笑的 然後都不會動 對 不會動 就笑笑的 搞不好我們偷偷的聊到他 他還沒有發現 對 然後說 好 真正叫到他叫做第三次的時候 他 欸 什麼 真的 突然一陣晃亂 我就想說 你們跟他說什麼 然後又 很想融入但要假裝鎮定 要假裝很動 你現在很鎮定啊 就是喔啊 可是你比較會 所以到底是聊什麼 超好笑的 而且我最近啊 因為我覺得太無聊了 就是又邊緣病又發作 然後我又等於施放 我開始拿著手機去直播 然後那天是 我想說去逛個夜市好了 然後我就去那個 晴光夜市你們有去過嗎 晴光 我好像只去過一次 我沒有很愛去 但是因為那邊有一間 那個韭菜水餃超好吃 你們敢吃嗎 不敢啊 應該可以吧 那個韭菜水餃 是我目前吃到我覺得最喜歡的 最好吃的韭菜水餃 就真的跟其他吃起來是有差別 因為我沒有特別去吃 所有的韭菜水餃 因為有了不好吃我會生氣 所以那間是我吃過之後 我一直念念不忘 我想說水餃要怎麼做難吃啊 那不是很簡單的東西 真的喔 我之前有說過 我吃過一間水餃 喔 我想起來妳真的講過 幾度難吃的水餃 我怎麼還沒吃過這個難吃的水餃 妳好像點了很多口味對不對 對 所以那間相較起來 它只賣韭菜水餃 穿作韭菜水餃 對而且它是現包的 真的很好吃 你們可以去吃吃看 不過它比較小顆 它一顆六塊 真的是漲價漲蠻多的耶 我好像很久沒有在外面買水餃 我很少吃水餃 所以我做到水餃 平均大概是幾塊 六到八塊 那個 那個 一般人吃幾顆會飽 通常都是十顆啦 十顆喔 如果你胃口大一點會十五到二十 男生會吃到三十個 這麼多喔 男生 我覺得小顆應該沒有問題吧 除非水餃店有一些都包很大很大 那可能就不行 對 那個一顆抵兩顆 對那個沒什麼印象 沒什麼概念 所以你都吃幾個 我就吃鍋貼 然後吃差不多十五個 那也差不多啊 鍋貼十五個很飽耶 還好吧 我覺得八方的還好耶 我十五個還會加酸辣湯 我也是啊 我是屬於那種 如果是水餃要吃十五個 但是如果鍋貼只有吃八個 你不喜歡吃吧 可能是它可能比較油還是什麼的 對它比較油一點 可是我覺得 八方的泡菜鍋貼很好吃 對 泡菜鍋貼加那個酸辣湯 等一下我們現在變工商了是不是 開始 那也聊品牌 我覺得那一間是好吃的 另外一間是還酸辣 開始把大家喜歡吃的 什麼講出來 所以 這家不錯可以 然後下次可以找我們工商 耶比 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那天我除了逛那個 夜市吃水餃之外 然後我本來已經 因為我只是去吃飯 然後我就要回家去搞我的桌子了 然後那天兔頭的觀眾說 大魚兔頭說他要來找你可不可以 然後我就 然後 他特地去找你嗎 對 原本他在家裡面 他在外面 戶外直播 我沒有跟他約 然後他就說他的找我 因為他隔天要去那個 廣州 他怕他回不來了 他一直在說 廣州回不來了 順便來一台 那可能要他 一路直播過海關 這樣就回不來了 可能 就可能是這樣 我覺得直播過海關很危險 我覺得那個有點危險 真的不要這樣 很危險 很危險 所以那時候兔頭就跑來找我 因為他其實 他對設備很了解 然後我也很了解 所以我們就交流一下 更主要他是想問我說一些 去大陸工作的話 要注意什麼細節 所以他突然去簽約 要去大陸工作 所以他以後 他是跟那個平台簽約 去那邊不就講話 小心點就好了 很會很會 很會很會 可是其實我覺得 在大陸生活的話 總體而言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今天有看到一篇文章 是在大陸做公關公司 活動公司那邊的人寫的 他有一個大公司 好像非常知名 然後有非常多人 可是他最近 把員工都裁員的理由很奇怪 你是說理由牽強 然後人數眾多之類的嗎 因為我其實沒有當過上班族 所以我不知道正常 台灣的那個一些體制是怎麼樣 就我看到他是說 通常我們上班 你要被裁 不是會有資遣費 或是之類的嗎 但是那個好像 譬如說你經濟蕭條 或是遇到一些某些 比較嚴重的事情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裁員潮 就是很多大公司 都在做大型的裁員 甚至硬找一個理由之類的 有啦 營運的不好就惡性倒閉啊 就是你看到會去淡洗 就是他可能真的也沒辦法 你知道嗎 因為我沒有去工作過 所以我沒有去了解 然後他最主要是說 那間公司惡性裁了非常多員工 但他們不是要倒閉 他們只是為了要調整部門 他們給的理由就是 一開始說 先我們要創立一個新的項目組 然後你的領導會帶一些人一起過去 然後後來因為項目做的不好 然後公司就會開始說 你是不是要自己離開 因為自己離職的話 他們就不用付賠償給你 對 很多公司會這樣子欸 問你要不要自己離開 那當然不要 然後他們的HR 還跟他們說很多神秘的話 他說如果你不自己離開的話 我就用什麼紀律什麼 把你懲戒掉怎樣 就你未來什麼也不好 然後我就在那邊看那個文章 我就覺得 哇這個行業也是不容易啊 就是這個社會的現實 但是我小時候曾經也有被騙過 就是去打工嘛 然後打工的時候 他那種其實都是算part time 就是可能實行終點多少錢這樣子 然後就是公讀生 但是以前公讀生 他可能就是想說請一騎他換下一批 但是他沒有一個好的理由可以之前你 所以他還是他會叫你填離職蛋 但他叫你填離職蛋 是填你自己想離職 我那時候傻傻的不懂我就填了 然後很多人都填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可能是學生 所以不是很懂 為什麼要離職啊 因為他覺得他就是 他就是需要你離職的話 他就會直接說 然後就是要你填離職蛋 所以他要你離職 你有時候為了省錢嗎 對 就可能他今天請的人已經夠了 或是怎麼樣 他想要縮減 他就直接就是叫你填 對 那你不填的話會怎樣 不填他就流程過不去啊 後來發現好像不應該這樣子喔 我如果是現在的話 我就不會做這件事了 所以正常的員工是可以選擇 就是不填就一直這樣放著 然後他也不能怎樣 好像我不知道耶 這可能要問就是在座 應該還滿多人是上班族 因為有一些 在那個 我有聽到一些其他也是說 他去試用期 因為通常試用期的薪水比較少 對啊 可是很多是 你試用完就叫你走 他就免費得到可能一個禮拜 或幾個禮拜的勞工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神秘 這種 有這不需要省錢的樣子嗎 就真的很省耶 就是投機啊 就省到底了 算是有一點投機的概念 所以如果現在是 正在打工的小朋友 大家聰明一點 我們三個字沒上過班的聰明吧 對 小時候真的很容易被騙啊 就可能你會被拗啊 或者是一些假扮成的 如果說他之前 我想要抽到吐槽一下我弟 怎麼呢 因為我不是正義說 他之前就是 大了畢業 然後當完兵了 然後去開工作 他做兩個禮拜 大概前兩天跟我說 姐 我覺得這個工作 不是我想要過的生活 我說他怎麼了 他說 就是他覺得 以前在學校辦活動就很開心 因為他現在去的是那種活動公司 然後他說未來一個月可能 你都沒有週六日 就沒有休息 就是要再加班 然後我就說這很正常 對啊 這是活動公司的日常啊 對 我說這很正常 我說如果你現在 你還沒辦法賺到很多錢 你也不夠厲害的話 你就必須要做這些事情 然後他想一想 我今天就看到他在家裡了 真的 你已經結束了 他還把老闆壞掉了 不是 他自己辭職 然後我就想 然後一個過程中 我還有問他說 那你知道你想要做什麼 他說他不知道 可是他只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 我確定要不是我想做 我說好吧 好 天底下不一定會有 他這麼想做的工作 但是其實我更想問的是 你們都怎麼樣去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為包括我自己 我可能也不是很確定我想做 只不過我一直 我覺得他在找 因為他還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他應該先做一些事情 對 就起碼要先做事情 試著嘗試 然後邊找 這樣子 對啊 我自己的話是 花了蠻多時間 因為我從學生時期 就一直在打工 然後我可能做十幾種工作 你做了哪些 很多欸 大概是 因為我實況裡面有分享過 就可能譬如說 我先把我可能想好奇的 或者是 以後不會想做的 先做做看 什麼意思 譬如說 我想我去 去個餐廳 然後餐飲業 然後可能咖啡 跑跑看 跑跑看 走到咖啡 妳是超級願意嘗試的欸 對 然後可能今天去賣衣服 然後賣飾品什麼 我是賣賣看 妳都做過 對對對 然後可能今天做業務 然後也試試看 業務妳也做過 對 業務也做過 太強了吧 設計師 就是畫圖 然後也有做過 我覺得那最貼合妳的興趣欸 對對對 那個其實是我最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還有 後面就是有實況主嘛 前面還有很多 譬如說可能 上班族啊 那種什麼公司的小妹 或是一些 妳是完全Counter這個社會了 對 就全部東西都先嘗試過一遍 然後就是 內部的 或者是去外面 就是對外面的客人 或者是在內部公司 自己處理事情的都做過 後面就會理出一個 你真正覺得自己比較喜歡的 到底哪一種 所以妳最喜歡的是什麼 現在喜歡的就是這個 實況主啊 就實況主 所以我現在才坐在這裡啊 不然我怎麼 我其實不太喜歡這個 沒有啦 怎麼會 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嘗試過吧 對 就是要多嘗試 因為我不是很確定它這個 我是說我覺得 你可以先堅持做個一個月到三個月 因為正常你先練習 去學一點東西 就是我覺得上班對我來說 學的最重要一個東西 就是解決問題 因為你會遇到很多東西 你必須要想辦法去達到一個目的 這個過程 你會需要一個一個去解決 然後才能達成這個目的 我覺得我會希望 他從這個方向去學習 可是他就一直跟我說 這不是他想要過的生活 然後我就看到他在家裡 我說OK 你去面試了嗎 他跟我說他有再改履歷了 我說好吧那你加油 沒有 你就跟他說去當實況主好了 但是這樣子其實是一個 比較不負責任的 有點逃避 因為我覺得是你應該先嘗試過 像很多老闆可能很任性 他們都會說 不管你就是要幫我處理完這件事情 然後這時候你會學習到很多時候 是怎麼處理掉一些 你可能連自己都不能注意的事情 這算是在壓力下成長的一個過程 對 就是你可能自己 譬如說你媽丟給你這個問題 你有說我就不知道怎麼辦啊 你可能會這樣 但是今天老闆丟給你 你不能這樣子回他 所以你就必須 你就一定要做 解決他 然後我就一直在 所以我就今天洗澡我就在想說 我到底要怎麼跟我一起 我到底 因為我是姊姊嘛 就是我 我就覺得身為姊姊 好像應該要cover一些他的問題 然後我就在想 我不知道怎麼樣比較合適 怎麼樣建議他 對 因為你也沒有什麼 經歷 你就有種不知道該從哪裡切入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好吧那你加油 我覺得就鼓勵就好了 鼓勵也是不錯 先觀察一陣子 然後鼓勵他這樣子 OK 對 而且其實就是 因為我還有其他的 唐弟唐妹 我有個唐妹他也很 不要 不要 不要賣家人啊 我們哪有別的 你覺得好在賣家人 沒有 大家跟你家人都很熟 沒有我突然覺得很像過年 對 就過年的時候 然後他可能是 怎麼連唐物都出來了 一定可能是我表姐什麼 然後他也就說 我最近那個啊 我妹啊 她怎麼了什麼的 有種很家常的感覺 不好意思啊 聊太多不好意思啊 然後最近因為我買了一台新的電腦 然後我房間我有PO一張照片 其實那個我沒有PO給大家看 因為有點亂 升降桌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他可以升起來 又降下來 所以你可以站著打電腦嗎 可以 可是為什麼要站著打電腦啊 因為你坐久屁股就會長一些 會嗎 會 一定是沒長過才會這樣說啦 嗯 應該是說久坐其實對身體沒有那麼的好 那如果你不常站起來 但是或是你有些人會喜歡站著上班 或是站著工作 那他們就會買升降桌 這樣你就可以站著 還是可以再使用你的書桌 好特別喔 我可以升到126公分有點太高 所以你真的有利用到他的升降了嗎 有 因為我 我買了一台新電喔 然後我說了 這一切都是為了刺激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真的是 打到很激動站起來在那邊打 沒有啦 首先他電腦配備要求很高 然後因為我說過他滑鼠電拍很慢 我用的很慢 所以我滑鼠電的位置要很大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因為滑的範圍很大 其實不用阿 你滑鼠調靈敏一點 他其實可以移小一點 沒有他習慣 因為他那個 你調太快瞄不到人 你滑太大力就 那是看個人習慣 對 所以我就要用這麼大一個滑鼠電 然後我的桌子就有點放不下了 因此我就想說買一個新的桌子 然後我就看到別人用電動桌 就好爽喔 因為我的腳比較短你知道嗎 就是平常坐著我其實是下面有電東西 這樣踩著這樣 真的假的啊 因為我腳踩會踩不到地板 然後我久了就會變成這樣玩 就只兩隻腳踩上來 你沒有想過就是椅子可以調高低這件事情 可以阿 因為調高就是腳踩不到地板阿 會分形 腳踩不到地板會分形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子玩 我都是這樣玩遊戲 就是踩在椅子上面玩的 對 有時候玩一玩就這樣8加9的感覺 就是這樣 椅子降低桌子降低 桌子沒辦法降低阿 他以前的桌子沒辦法降低阿 他以前的桌子沒辦法降低 就這樣 那你就可以踩在地板上 對 超級矮耶 真的超級矮耶 對阿 然後寫字的時候 因為寫字的時候你這樣其實很累 寫字的時候我就把它升到71 就不要剛好 然後想站的時候再升到100左右 因為一般來講桌子平均高度是75公分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西它算是一個 不是必需品 然後有額外錢包的人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是不錯啦 但滿貴的 因為有機會可以用到他的那個身腳 因為有時候就是為了身體的健康 因為知識 就是我其實長期駝背 然後我覺得可能跟我桌子還有椅子 我們這個不可能健康 你為什麼已經放棄治療了 你不玩遊戲的人也常常坐在位子上阿 對啊 所以從這些小小你就要去調整 我是想說試試看阿 花錢試試看阿 但還是要就是自己會提醒自己 對阿 就是知識要正確之類的 就是你要比較會督促自己的那種人才可以 我覺得設備是一個幫助你的方式 就是一個點 對 因為我有試過很多方法 像我之前就是因為腳太矮了 我就放那個墊子 可是我久了還是習慣就是這個 就窩子一個 對 現在因為我的腳也踩得到阿 我桌子也剛好 我就駝背了 我真的沒有理由了 我就會停止這樣玩 然後就OK 就練習 那這樣你買那個是好事 對啊 欸沒有因為以前我很喜歡就是 窩在那種和室 然後用那個矮的桌子 然後再加一個筆墊開牌 我以前是欸 然後這種時候就是超容易腳麻的 因為我腳就是盤腿 然後呢坐在那個和室裡面 然後坐一陣子之後 打完40分鐘 英雄聯盟起來卡巴阿阿阿阿阿 我以前大學是 就是IKEA那種小放桌 對 白黑的紅的那種 那很矮欸 對就很矮 所以就長期坐姿不良 對啊 然後不行 我超不能接受這麼矮的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當你空間小的時候 你沒地方放桌子阿 就是你的姿勢也會有一點 就會 一定會影響 擠在一起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保持一個正確的知識玩 然後你們兩個會花多少錢去升級設備 或是買這種桌子 因為其實我最近花的錢還不少 但有一些日記廠商 像是我的螢幕就是展足 我的主機大概七萬嘛 桌子一萬三 然後螢幕一萬幾 算大手筆 但是通常我不會一起買 我只是剛好 我的話 我自己已經好久沒有更新設備了 但是更新設備基本上是一年之中 可能我今年更新螢幕 年初的時候 年中可能就更新個什麼 鍵盤滑鼠 就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 有需要再更新 有需要再更新 對就慢慢換 這樣子也比較不會失血過多 對 確實是 然後加上我之前那台電腦組起來的時候 是自己 就是自己挑設備 自己組比較便宜 對自己組比較便宜 然後你也可以挑個比較適合自己的 對 因為你可能要的 譬如說你要的 SSD容量要多少 你可能要RAM多少 你可以自己挑 我覺得這就是 自己組的電腦最方便的地方 樂趣 可是有個麻煩就是你要修電腦 修電腦 修電腦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會怎樣嗎 你要自己去找 自己去找那個 它到底是哪裡怪 像是我有兩台電腦 我一台是實況機 然後一台是玩遊戲 如果我今天丟這個畫面跟聲音過去 那還沒有聲音或沒有畫面的時候 我整個人要崩潰 因為我要直播 我還要在直播之前抓問題 而且通常你知道電腦的問題要怎麼修嗎 其實電腦其實很不好修的原因 很需要經驗的原因是因為 你必須要一個一個試 試到找到為止 好我只會玩電腦 對所以我覺得後面就是會寧願花錢給人家 對 來你幫我這個 拜託拜託 可是我覺得最扯的還是從灌外面要五百到一千 從灌真的是 其實從灌可以自己灌欸 可以但是其實還是有麻煩的地方 因為有些軟體如果你沒有經驗的話 你會不知道它缺什麼 然後可能會不能用 就會怪怪的 可能開機的時候它會跳幾個視窗 然後你不知道那幾個把它關掉之後 它某天會發生一些問題 所以各有好壞啦 如果想省錢可以自己用時間來研究 如果沒有錢的話就是花錢 我覺得 然後一開始其實如果要開實況 我是屬於一開始是用筆電開的 我也是啊 然後筆電開的時候就是效能99 就是它一定要報到啊 99%CPU 然後呢我就給大家聽說 來聽一下我的風扇聲呼呼 然後吵大聲 你那是文書君剛才開始播了 就是已經不能做其他事情了嗎 對啊 完全不行 就是我那時候是用MacBook 然後MacBook Air 開 你拿Air開直播 我拿Air開直播 我完全沒有用過筆電 我裡面是切硬碟嗎 切完之後一半裝Windows 然後再開OBS 再開Low 然後它就99% 大概是極限 它到現在那台機器還健在 我覺得還蠻行 它只是文書而已 你幹嘛這樣欺負人家 我測試過它的效能了 還行 硬硬要潮 對 但我後來當然還是換桌墊了 因為沒有那個的話 沒辦法玩其他遊戲 我也是啊 對 因為其他遊戲就是效能完全有問題 所以 後來就開始裝桌機 然後我那台桌機 當時花大概五萬塊左右 那你還蠻肯花的耶 對 我第一台的直播電腦才兩萬多而已 我也是 第一台就差不多兩萬多 我是第二台才買六萬 因為 大家一開始 大部分都是先打Low 其實那個配備 打Low真的不是還太要求 就是你隨便買一台就可以玩 對 那你們那時候是 我的錢大部分是花在 當時的顯卡 好像稍微貴一點 沒有 先開始都是那個價 最近還漲價 對 然後我這時候是想說 因為我本來是有在畫圖 或是做其他的東西 然後我怕 我要做報告 或什麼 沒有辦法跑3D的一些大 那你還常常畫畫嗎 所以 我後來比較少 因為現在都打遊戲嘛 打遊戲為主就比較少花 還好啦 錢都有用到 就是你有先 你有先想好 以後可能會需要更高的規格 所以你現在 就是買的時候 就有先顧好 對 因為那時候是兩年前 然後到現在又感覺 好像大家已經 漸漸的超越我 就好像漸漸的 不太夠力的耶 漸漸的好像有點慢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一台電腦 如果真的是你 要一直跟上潮流的話 我就預設它玩三年 然後你負那麼多 差很多錢的費用就好 因為我上一台6萬 也是用大概三年 我就換一台了 我覺得比較想說 要買一台很貴的 然後用很久 因為用差不多三年 你就會想換 三年其實算久了 然後你這個費用看 你可以負擔多少去支出 因為像我自己的話 平常我覺得 我舊電腦就已經可以玩了 是因為我現在想要朝吃雞去前進 我想 你是不是想當選手啊 我很想啊 我還不是因為玩得太浪 我才不行啊 我很想啊 然後因為我覺得 我還是一個有一個 那個遊戲電力混戰你知道嗎 因為之前 就英雄聯盟上面 也沒有感覺得到 我想要的那種 投入感 再戰 投入感 所以就在戰吃雞 才花了這個7萬 其實也不完全啊 有一些廠商他們 一起來合作 對啊 然後所以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就算花在刀口上 然後上次我也跟大家討論過 如果你們想要換 電腦去迎合吃雞這個遊戲的話 就是幾個點 記憶體 然後顯卡 CPU實賣 因為它的價錢不一樣 沒有你就說 有吃雞的問題來找我就好了 確實啊 你們可以來我的頻道問我 好不好 但是也不是說很 專業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那個錢的 預算的差別 還有他的要求 因為有人想要這個 又想要那個 我沒有辦法全部同意回答你 我只能針對吃雞去回答你的問題 對 而且每個人預算有限 對啊 好 那對了 那像 我之前看到就是 我們剛剛有一題在想說 你之前是不是有想要辦個台劇 以前我一直說想 可是你知道我常常就 幹一件事情沒做完 可是很多東西都可以想 想可以想很多東西 只是很多東西也都不會做而已 因為我覺得 我是一個完美主義類型的人 就是我會很想把一件事做好 可是其實做事情本來就不可能一次就做好 對我來說 然後我就會覺得 沒有弄好會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可是要弄好也壓力很大 其實不用想那麼多 因為他可以做得很簡單 也可以做很複雜 你可以從簡單開始 你應該是會覺得 你應該是會怕你的觀眾不喜歡 就是沒有準備好的台劇吧 對 我怕我沒準備好然後讓他們 讓他們覺得你不用心這樣子 對 其實還好 真的嗎你們都怎樣辦台劇 你們是都辦過 沒有我是公司幫我辦的 就辦在KTV裡面 然後咧 你一個人在你會陪他們嗎 沒有啊 那時候還有找超富賀啦 那個時候 但是他那時候憂鬱症很嚴重 他從頭到尾就住在旁邊 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那幹嘛逼他去 我也不知道 超奇怪的 那希爾你呢 我的台劇 是到問都跟一些活動一起 譬如說像電玩展 或是像Wireforce 或是其他的一些大型活動 公開活動 可能大家都會到那個現場 所以呢他們可能找完我之後 我就說那不然我們 這個月就順便辦個活動好了 大家既然都可能從北中南 或是國外 然後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不如就一聚 我覺得這是一個 大家最方便的機會 對 我就覺得趁大家有空 然後也方便 然後大家可能都買一趟 車票機票都花了 花得超值耶 對 就乾脆就這個時候辦這樣 我真的覺得他們有時候為了 就是借他們想見的實況主 都費盡了全力耶 因為有的時候那個 Wireforce那時候 我好像看到有人在花博 外面睡覺耶 這是徹夜 就是 我不知道他在休息 還是說他住在那裡 不看得有點心疼 很多是真的就是 要排那些就是 可能晚上或是什麼 前一天就在等 對啊 其實我還蠻感動 因為像他們可能台劇或什麼 他們有時候會做一些 比較多小禮物或小卡片之類的 然後我可能都 我會一個一個看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他們還有 蠻有心耶 現在還能收到手作卡片 對 我覺得就是你們都不要 買什麼東西啊 都 你就寫一張卡片給我 表達你的心意 而且我還可以收藏 因為卡片很好收藏 所以娃娃我家 有時候都已經放不下 我現在都不放娃娃在我房間 是因為我怕我娃娃真的要買出來了 我娃娃已經買出來了 我娃娃已經 買一張床 我買一張床 然後就上面都是住娃娃 滿到廢了你知道嗎 娃娃的床 這樣子 對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有一個 泰國的懸空餐廳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圖片 看看大家是不是敢體驗 那個我好像有看過 我好像有看過圖片 我覺得這超可怕的 不是這什麼 哇 他就是用那個拖吊車那種 好高喔 不是好像余霄飛車 感覺椅子伸直會往下掉 我覺得這個超可怕的 等一下 他旁邊有 他沒有窗 所以說風很大喔 我覺得應該蠻冷的 就是什麼主廚上菜 然後一上完就說 大家快吃大家快吃 不然等一下會冷掉了 你看那個椅子上 余霄飛車的感覺 可能整吃冷菜 沒有啊 說不定就是余霄飛車 拆下去就是連什麼安全帶 那些全部都還在上面 因為你這個一定要有那些保險措施在上面 欸我覺得他們的座椅超像電競椅的啦 你不覺得他看起來那個椅背很像電競椅嗎 沒有我在這上面一定吃不了東西 你是說胃口不好是不是 怎麼可能 吃不下 這超可怕的好不好 快放我下去 不要在這裡 而且 而且你這個 你這個在吃東西 你就是大家要一起下去 也要一起上來 這個感覺好像大弄神啊 你在講的 對啊 就是你想要上廁所你也不能去耶 因為你要去上廁所 大家都要下去耶 我覺得真的好危險喔 超可怕的 他到底想要怎麼樣 他到底想要怎麼樣 對啊 你可以空投 只是 只是你如果是白天跟晚上你想要選哪一個 我覺得 一定要晚上 夜景 對 你比較喜歡看嗎 我覺得白天一定超怪的 為什麼 白天就像是你白天跳傘 跟你晚上跳傘 我覺得白天應該很奇怪 為什麼白天很奇怪 白天奇怪的點是因為看太清楚嗎 對啊 因為晚上閃光對不對 沒有 所以就是 還突然嗎 你又想著就會覺得白天 你這樣子一群人坐在那上面很奇怪 而且 還好啊 因為身邊還很熱耶 我覺得感覺應該還好啦 只是說 春天的都比較剛好 你說不可以太熱 你可能夏天就是會中暑 有限定 對 應該是應該是 欸不過坐到這個高很高的地方 你們有去高峰彈跳或跳山過嗎 我還蠻想要去的 我一直都想欸 但是高峰彈跳我比較怕的是脊椎 就是會不會 因為有些人不是 有人說會有一些安全上面的問題 你脊椎會穿刺出來嗎 不是因為好像之前有人就脊椎拉傷 可能就是半身不隨什麼的 蛤 就是你跳下去然後突然身體這樣彈一下 對因為你彈了一下有些人會傷到脊椎 對 我比較怕這個 但是其他的 如果是怕高來講 我應該是不怕 高峰彈跳這種我不敢 我只敢玩那種遊樂器材的 遊樂器材的我都玩 那種 可是我遇過很多男生不敢玩 你敢玩喔 我有玩過 笑到飛鷹大怒神 G5 你比我想像的大膽很多耶 對啊 我覺得他就在旁邊那邊 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都是小時候 那個校外教學或是畢業旅行去的 你同學去了你不可能不去 但是很多同學會有分大膽組跟膽小組 你知道嗎 就是剛好我的朋友都是比較大膽的 就是 我不去的話就真的 沒朋友 就是都是女生的 都沒人了 就是我一定要去你知道嗎 連女生都去了 我都玩過 可是很多同學是不玩的男生啊 沒有 我那個學校不知道為什麼比較勇敢 我也很問他 原來都是跟風喜團交 因為他就是同儕一樣勇敢 他就會勇敢 我猜如果大家都不玩就不會玩 可是你玩過一次之後 真的就會比較趕一點 就是在那一天啦 警線那一天 你只要玩過一次之後 你那一天都會比較勇敢一點 所以可能再隔一個月 你還是會有點害怕 不用 你隔一天再去你就又會怕了 又開始質疑對不對 第一次你又會繼續怕了 我記得那時候畢業旅行的G5 我連續做了大概六七次 因為已經到了傍晚沒緣了 你已經是做上去也不知道在幹嘛了 你知道嗎 只是我那時候做G5 我第一次做我覺得好好玩 然後我是做前三排 然後我就再去做了第二次 結果因為太放鬆了 我發現做遊樂器材真的是 不可以把全身放鬆 因為他太快的時候 你往下然後我脖子就扭到 然後就是太放鬆 這樣我整個回到飯店之後 大家在玩撲克牌 我都是這樣子 我就這樣 因為我的脖子不會很動 我就這樣 然後這樣打牌 所以脖子整個 哪有人玩那種東西是求放鬆的啊 我整個人就是這樣 那個當然是很緊繃在玩啊 對 因為大家都這樣子嘛 所以不會扭到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我太嗨 然後就覺得很放鬆 我完全不怕 所以就變成這樣 這怎麼發現 超奇怪 這怎麼發現 可以放手 也不可以放鬆自己 真的 我記得 美國那種 有成人玩的雲霄飛車不是嗎 你們有去玩過嗎 什麼叫做成人玩的 我記得小時候就是有聽說過 美國有那種更可怕的雲霄飛車 韓國有一個啊 你有去玩嗎 韓國那個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剛好下學 所以他剛好在維修 只是他看起來聽說真的是 搭過的人都說超可怕 就是拿生命在搭雲霄飛車 那還要玩 因為我之前在大陸長洲也有玩一個 可是他看起來很可怕 不過平常大家的感覺有減慢 速度有放慢 不然其實整個還滿 心跳很快 我有玩過一種是滿可怕 就是他是會轉一圈的 然後他會在上面停住 就是你整個人 走火輪嘛 對類似那一種 然後你整個人會倒掛的你知道嗎 然後他會在上面停一下 然後又繼續這樣一直來回這樣 我覺得那還滿可怕的 那種大部分下面都有設計一個水池對不對 然後就變許願池 反正我覺得那個還滿可怕的 每次那種下面很多都會設計水池 我就覺得他故意接大家的錢 就是如果 手機啊錢啊什麼都掉進去 許願池 對許願池裡面超多的 可以可以 只是我那時候看他是 韓國有一個在 好像是愛保樂園他有個 木製的雲霄飛車 他好像是全部最高還是最長的雲霄飛車 我記得亞洲 你說他做起來時長是最長的 好像是 但是我自己沒有搭到 所以我不知道那個到底 為什麼 你是沒有去玩 因為就下學 因為我那時候去的時候已經太冷 我長大之後是完全不玩這些東西 你說你現在不玩了嗎 那我們去拍VCR 我現在完全不能接受這些東西 我現在很討厭做大怒神 因為其實從我第一次開始做小學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心臟超級負荷不了 就很不舒服 你說巨匠 巨匠就是 那你就是 你就是不要硬去做那些東西 你知道嗎 就是這些年我總共陸陸續續 可能還是做十次以內 可是後面 如果現在我還有選擇的話 我就會不想 作業很不舒服 雲霄飛車反而還好 就是每個人對於那種 器材的旋轉方式 可能就是會有些人不能轉 有些人是不能懼 對 有些人是害怕海盜船 海盜船 當上什麼好可怕的 我覺得海盜船好暈喔 但海盜船有些 你有做過海盜船的最後一排嗎 我覺得海盜船很爽 我覺得海盜船很爽 輕鬆 我很喜歡那種就是心臟很奇怪的感覺 你說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就浮起來 心臟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很癢是不是 對 你知道我連玩PUBG那種 剛好跳下來都會有這種感覺 你超奇怪的 你是玩VR是不是 你是玩VR啊 到底怎麼還是 我不知道 心臟都會有一種 搭飛機也會有 就是心臟會有一種很神奇的感覺 我就浮起來啊 降下去的時候會有這種感覺 我玩PUBG常常有我覺得很尷尬 為什麼玩那個會有啊 不知道從大概三層樓 或兩層樓跳下來就 哇 我自己叫一下也知道嗎 但我之前玩過一次是 覺得自己快有生命危險 是那種 它是旋轉的 然後你座位 它不是上去會 做一個那個扣子扣起來 然後扣起來之後 它整個人倒掉之後 這樣360度旋轉 真的超可怕的 然後因為我的肩膀 其實比一般的肩膀小 就是比較窄 你該不會要脫離 對 我覺得最可怕的點是 我快要出去了 就是我整個人已經位移到 就是如果我說一下應該就出去了 或是放個手我就飛出去 好可怕 就是妳要很緊繃的在玩 就是妳要很緊繃的在玩 我整個冒手汗 然後我死命抓的東西 快點放不下來 快不行了 對 那很可怕 就是如果當你真的覺得 你自己要掉出去的時候 那就很可怕 還好我今天忙完快樂 就很可怕 尤其小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好像國中吧 那真的很可怕 那時候還更瘦 然後更小 就太小隻 身高比現在再矮一點 所以很恐怖 對 小朋友不要亂嘗試好不好 對 我覺得太瘦太小了 真的是要小心一點 不要倒掉 好啦那 欸 要不要看一下我上次拍的懲罰影片 這個是一定要看的嗎 對 對 一定要看 怎樣 你知道她第一個問題是說 大宇你認為最累的動作是什麼 我跟你說是心很累 我們就來看吧 所以她每一個都很累的意思 你們要看了就知道了 我心很累 好 我現在只有96 2 3 2 4 3 3 3 6 1 1 6 你這個燒很多啊 我怕吧 23加2是我寫的 27 所以你早就這樣 不行 對啊 我去肌肉懲罰 Ladies and Gentlemen 讓我們歡迎二王 Casia 接下來歡迎 天界的皇后 戴嶼 那你今天穿這樣兩道本 從她想要戴 這樣不行啊 像阿伯這個 扣不去 這樣不行啊 這樣不行啊 1 140分貝 我記得聽Tina 從妳今天是來懲罰的 是不是 Tina要求我 這樣 我覺得今天穿這樣子 還是在懲罰我 把我這圈太丟臉了 我也是 我禮拜一整個運動 因為我知道我們會很累 妳只有禮拜一去運動 哈哈哈 所以 我今天 是 有最後來了 你是覺得這個就可以讓你 撐夠金的訓練 對啊 啊 那我們就開始懲罰 啊 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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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好我們今天的訓練 就從現在 這次開始 開始 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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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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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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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你不呆 推你倒下 你又站起來 他用大語的用力的招 好 起來 來 三 來 四 都跑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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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出來了 起來 起來 講一些開心的事情 忘記你應該知道 三 二 一 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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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翻滾訓練 入練 好 先從前滾開始 OK 超刺的 我怕 不要怕 我先 YES OK 好 下一個動作 後滾 好 刺激 不行 不行 絲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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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UT CUT 所以接下來我要教你一些基本的關節技 抓住對方的左腳 繞 往後 我自己做一次 自己做一次 抓走 往外走 下來之後 這個時候反而是這樣 轉過來變成 雙手扣住 大拇指 往上推 因為這個推的時候過程中它會痛 所以它有可能會往回推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你的點 把它往後推 擠下去 先把它往後拉 左手 偷進去 腳 站到 它的後方 拉著 推著 絲賣 如果說今天是在 直接踩到場上的話 大概就是 老師 我要挑戰你 妳要怎麼挑戰我 妳要怎麼挑戰我 妳要 翅膀硬了對不對 翅膀硬了對不對 現在兩個小時就說要挑戰我了對不對 怎麼會啊 不可能秋 蛤 快要回家 我做完了 改天 啊 改天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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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只有這樣嗎 今天只有這樣 只有這樣 只有這樣嗎 我剛剛之前還要滿長的 欸 很快 阿宇今天累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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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今天真的嚇到了 可以一個女生跟完全撐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什麼動作都做過 她可能兩年前幾個 可能就比妳在稍微大隻一點點 其實小帥哥他會瘦 他可能再比小孩都在瘦 他可能再比小孩都在瘦 他不出來啊 我以前的情慾老師 他們就是會一直幫我逼到那種極限 所以妳覺得這些蛤子還會比妳喔 他那時候逼的跟老師逼的不太一樣 因為他會 其他人輸的話可以來啊 至少妳有做啦 因為我們其實 職業摔角訓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其實是精神 我們在任何的訓練過程中 不會有任一個人 就因為他體能再好 他肢子再好 他都一定會再贏某個極限 他就會倒下來 我們遇過太多了 重點就是妳有沒有辦法再去爬起來 一定要爬起來 這是一個精神 第二的話 就是非常感謝 蛤子牙還有兩位學長 今天對於我的3點版的訓練 謝謝 然後 下次因為我合比賽 我實在不會再輸你 我覺得妳一開始那個五光阿肥 那個已經夠可怕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一開始Tina並沒有跟我說 喔 他只有跟我說完去被那個 炒臉然後我去的時候 他是大概前幾天跟我說 然後我 我以為只要穿衣服就好 穿正常的衣服去 結果他都沒有用妳那幾套衣服 然後他們自備了兩套 對 然後我就 Tina就隔兩天問我說 到底是不是討厭我 你一直逼我做 我不想做自己 我都很討厭妳 你不知道我那些表情 一定充滿了那個恨意 一定都是這樣看得聽的 真的怒了 你真氣氣 真的很丟臉 你們知道我是一個 沒有我從這邊 就覺得很丟臉了 我覺得妳一出場那個 我覺得懲罰就差不多該結束了 沒有我覺得Tina 但是 就是你們兩個都是服裝有搭配到 因為他想要做造那種舞台風 因為我們之前 你有去看過Kazia摔角比賽嗎 有啊 就是他們其實做摔角圈 都有自己的角色跟風格 然後出場會有一個 自己的專屬的出場 然後因為Tina也秀 我可以呈現這種感覺 他給我塞一個舞過的阿伯 然後叫我做這些羞死的事 我還在旁邊練習跳舞的時候 Kazia還偷偷錄舞 我真的覺得很丟臉 我真的覺得很丟臉 我剛剛看他摔他那些 那個摔學弟嗎 真的超用力的 他的那個學生們 對啊他們都是 非常扎實欸 因為摔角本來就是需要一些 真打真摔 我看那些學生起來 真的看起來很痛那樣的 這是他們訓練的一個部分 就是他們必須要扛得住這些打在 那個舞台上才會再可以爬得起來 就是要一直接受那些打擊 對 而且你們剛剛不是有看到 我一個被壓在頭下面 他是要練脖子的肌肉 就是他要一直往上撐 然後你要把他壓下去 因為有一些動作就是 有可能你這個肌肉 會傷到脖子嗎 所以我其實有上壓 左壓 右壓 全部都壓過這樣 不然你可能會扭到 對 因為你有時候 一些動作你可能脖子要用 包括你坐瑜伽飛車 那個脖子而已 對 你以後就可以放鬆了 你練好以後就可以放鬆了 然後如果說真的要說的話 我覺得空氣椅最累 空氣椅嗎 他叫我那樣一分鐘 我大概都15秒就掉下來 喔 你說就是半蹲的那個 他其實是練身腿 練大腿跟屁股的 我怕你這樣子 知道觀眾這邊看完之後 搞不好這邊有老師 他們回去都是你知道 叫學生做空氣椅 作業沒帶空氣椅 你知道我已經一分鐘 念書的時候 體育老師故意要操我們 其實我以前就常常被操練 所以我覺得還蠻習慣 我都已經徐心接受這個事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就拍盒跳一次 就是跳50下 然後跳個好幾百下這樣 所以跳一個不要不要 就是 而且你動作如果不標準 你跳得不起來 老師會說全班重來 連做法那一段 所以你就會 壓力很大 連做法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就覺得 以前已經被體育老師操得不要不要 我覺得那天卡仔 確實對我還蠻 已經算仁慈了 仁慈的 因為他其實確實刪得很多 但我也做得很確實 因為有一些像是那個翻滾 因為我實在做不來 後翻 你後翻那個看起來真的很神奇 後翻你最後翻成功嗎 沒有 他有怕他推我過去有一次 因為你知道那個為什麼難嗎 因為他那個翻跟斗是頭 往前的是頭不能碰到 你要用你身體帶過去 你頭不能碰到地板 腳要等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害怕 我覺得翻跟斗都用頭頂 我覺得要翻成功 就是你要突破那個害怕 才有可能翻 因為你才敢用力翻 對 我就很怕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往後 那個超級難的你 你看我看他那個剪的是 翻不過去 然後又翻回來了 那個很可怕 後翻真的很特別難 因為你要手撐起來 你非常往後 你手要撐起來 然後你就會覺得 主要是你頭不能先著地的話 你會很沒有安全感 我覺得會像道理的感覺 對 我覺得是安全感 就是你會沒有安全感 你不敢用力 那你會倒立嗎 我不會 我小時候試過 我好像有成功 長大之後我又忘記了 但是我小時候也有成功過 我一直在想說 會不會哪天我倒個失敗 然後脖子扭到 對 欸我超怕 有人真的是脖子扭到欸 就是倒立 你們可以倒立喔 因為倒立以前我都在床上 然後床跟牆壁是直角 然後就想說 那就這樣倒上去 然後用頭頂上去 我不會 我不會這樣直接就是倒立 我一定要有東西靠著 我也是有東西靠著 那你們可以坐著牆壁這樣子翻了 就這樣頂起來了 現在沒辦法 你說就直接這樣拿到倒立嗎 一定要床嗎 因為頭會痛 頭會痛啊 我小時候同學都超帥 一隻手這樣就這樣頂起來了欸 所以就是整個人這樣下去 這樣撐起來 他就這樣翻了 有學過Breaking嗎 應該是 那可能是熱舞社的 應該是熱舞社的學長 熱舞社的應該都會 然後我就覺得好帥喔 我也想來帥一下 欸不過我帶你們來體驗一下那個空氣儀好不好 我們來體驗一下 體驗嗎 可是你們要小心那姿勢要正確 要不然你膝蓋會痛 而且你知道那天他對我的要求超級嚴格的 怎麼說 因為如果動作就是比較不標準 會比較省力 但他一直要比我最標準 你只要不標準他就逆水瓶 我們要在那邊還是在這邊 在那邊 那我在這邊嗎 好啊可以 就是 他要完全靠著嗎 我在這邊示範給你們靠好了 好 因為那邊沒位置 就是你先找一個位置 然後你腳要近一點 你腳要近一點 你說靠 然後這樣子貼著牆壁這樣 這能靠嗎 這不能靠 這不能靠 你稍微開一點點 你再稍微開一點點 但我們這不能靠的話 我們要怎麼靠 欸這個真的很累 然後你腳要穿直 這可以靠嗎 腳要穿直 到隔壁棚去了 你的腳再往前一點 好危險 然後屁股往後坐 這樣嗎 對 你腳要前面一點 你要想想快樂的聲音 欸真的很累 這樣 希兒你要像我這樣 這樣 然後膝蓋 對 然後屁股往後蹲 欸真的很累欸 我可以往後往 還要再往下一點 對 這樣嗎 讓我腳再出來一點 什麼意思 就是再往 對屁股在往後 對 但是你不可以用身體頂多 可是我這樣靠不到後面欸 然後你這樣子算省 我這樣靠不到後面 能力順利 就是 那你可能真的很沒力 那天我 然後他就是因為我 真的很痠欸 你剛剛這樣還算省力 他就是有大魚腳再靠近一點 就是你摸這個腿這邊是很硬的 所以我要多靠近 是要兩個膝蓋往內嗎 因為剛剛 因為其實腳越開 我覺得越省力 他就說大魚腿再靠近一點 真的超痠欸 對 再靠近一點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子的意思嗎 是那種 老師罰水頭 然後就真的很累 對 好 我可以回去自己的看牌 真的很痠 真的很痠 你這裡會超痠的喔 10秒可以啦 不是 你的腳會變很硬欸 這裡 對啊 腳就是 瞬間僵化 對 直接僵化欸 我覺得是僵化欸 就是 啊 你 這裡就會很用力的感覺 不是 我根本看不到東西欸 真的 我覺得 我已經不行了 拉我一下 拉我一下 真的 這樣真的很 整個推都會很用力 然後他抓到一分多 其實看影片真的看不出來這麼累 冒汗 這個真的很累 然後其他的訓練的話 就是一些日常的 我覺得 還有福利挺身 我之前一直做錯姿勢 你要不要試試看 福利挺身的姿勢怎樣是正確 我覺得正常人應該都做不出來就是那麼標準 由於家庭也太快了吧 這個我的天啊 我覺得正常人應該做的大部分都是不標準的 對 因為不會有人真的要做這麼標準 我以前搞錯了 我以為只要下去就好 所以是應該要 女生其實有跪姿 但是跪姿是因為你手要放更前面 你才會用到胸部這裡的肉的力氣 然後才是真的有用到力 所以 的意思是 女生跪姿的話 喔所以可以跪喔 我以為一定要腳踮著 然後 這應該是太累了 你如果 你如果是一般 一般姿勢 然後用跪的話 就完全不用手 對阿 就是你根本不會累阿 這樣 還好 就是 我看一下 就是手要放得很前面 然後 要這樣 要這樣 手要放到比頭還前是不是 阿 你很抖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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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叉氣喔 阿 我今天在做前 我到底是做得超累的 欸我覺得我進步了 謝老師 你臉好抖阿 所以是 要手比臉還要再高嗎 要更往前 因為你要往前 才會有 因為如果只是在 我腳好痠阿 只是在這邊就感覺就是這樣 沒有 沒有下去了 你要試試看嗎 來阿 我腳現在好無力喔 現在換手無力 你都沒這麼下去 我看一下喔 所以可以跪就對了 可以跪 但是你手就要放比你頭還前面 然後下去的時候 就是你頭先整個向前起 所以我應該是 手在前面 這邊 然後你屁股要先抬回來 屁股要先 你怎麼會 起手式就是先 先下去了 我已經 你手要在這裡 你手要在這裡 這裡嗎 好 對 然後下去 是這樣嗎 對 然後 可以耶 可以可以 要不要再前面一點 手可以再前一點 手太短了啦 不能再前面 會不會改變你們 你們出來的是什麼 肌肉 肌肉 每個都肌肉 可以可以 大概就是這種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 你胸部旁邊這兩塊超痠 就是有用到 我覺得我們明天應該 舉不起遙控器吧 你知道我 我那一回去 我還特別泡澡 因為我 我那時候前兩天 就我自己先去運動了 然後我沒泡澡 我整個痛到身上 我覺得他那個泡澡 應該完全沒效了 泡澡沒有按摩 他那個應該已經沒有救了 不管做什麼都沒有救了 不是恩友應該要試一下 恩友應該要試一個 男生反本的 你不要 那個小燦克你叫他男生的 我不知道男生還是怎麼樣 男生 我腳現在真的沒有力氣 你幫他看他的姿勢 你要脫鞋子 男生好像是要踮著的吧 男生 就是腳比較貴的方法 男生不就是這樣子嗎 你腳為什麼這麼奇怪 不然呢 你腳不是這樣子耶 什麼意思 你腳與肩桶上面 可以再開一點 好那你手在前面一點 你手要在前面 對 他也蠻標準的啊 可以耶 他其實很標準耶 哇好MAN的感覺喔 一隻腳沒力而已耶 對啊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男生的好像比較簡單一點 哪有 那是因為你力氣比較大 電動玩也比較多 我覺得男生的其實是比較累的 因為我曾經有試著要做男生的這種 你這樣要再試試看嗎 男生那種真的很累耶 那真的很累耶 你有試著做成功過嗎 因為我之前做這個就很吃力了 我之前那樣做的話大概三下吧 不行啊 我這一下都做不起來 我大概三下 我大概三下 就是我剛剛做的那種大概三下 然後就GG了就不行 就體力已經極限 然後就說我不行了 欸你們現在有在去運動嗎 因為我記得很久以前你有去健身房 對啊 但是現在就是看時間啊 因為有時候 應該是懶吧 沒有 前一陣子的時間是日夜顛倒 有24小時的健身房 一定是懶啊 我有找到 應該是有 有很少很少 因為我連鎖的我家旁邊沒有 我今天有些人就是習慣在凌晨健身 對啊 然後我覺得 雖然是該要好好運動 我覺得運動 會真的讓人變得比較開心 他會腦內分泌一些東西 應該說運動 運動你隔天起來精神就會比較好一點 想說運動會比較好 看哪裡他是怎樣 這暗示喔 其實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直接凌視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一直說 欸所以安坦你要下來練是不是 我說我沒有啊 他說你等一下下來練嗎 我說我沒有 沒有我真的覺得 安坦你到底有沒有運動訓練 運動訓練 運動訓練過 你有嗎 我看心情的 因為其實你只要堅持運動 真的會比較開心 因為身體舒暢 會身體舒暢 會身體舒暢 可是這有真的很懶 一定正常人都會懶 會啦 應該多多少少會有點怠惰的感覺 就是我跟妳講 頂多就是做一兩個禮拜 不會再久 正常人就是一兩個禮拜 妳就會開始懶 可是之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時候 就是我會習慣下班去跑步耶 慢跑 妳好優質喔 就是有長期在做的 但是這真的是要有半 就是我每次只要有一個同學 或是一個同事 然後定期願意跟我一起去跑步 妳是需要有人陪妳喔 對我只要有人陪 我覺得有辦真的有差一點 可是我比較不喜歡帶辦耶 因為有的人是會拖累型的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 跑步那種比較不適合的帶辦 說運動完之後 我去吃個協助機喔 這真的很拖累耶 這很不行 我之前什麼公司 就我之前在打工的公司 他樓下地下室有一台跑步機 然後可是那邊是停車場門口 所以大家都在那邊出入 我就在那邊跑步 妳好猛喔 我就覺得那個 那間公司的主事傳說 然後我就說 就是晚上7點的時候 我會跟妳就在那邊跑步 都市傳說 很恐怖的 因為整個家很醜 我就跑快一個小時 然後 然後我朋友說 因為我跟我姐在同一間公司 我姐說 欸那是妳啊 都市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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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晚上真的很暗耶 這種傳說最可怕 這種傳說最可怕就是 有一天有人問妳說 欸妳知道嗎 晚上幾點幾點 有人會在那邊跑步 結果就是本人 對就是 欸妳知道嗎 會有一個女生 每天晚上7點過後 妳知道她在那個 奇怪的角落跑步 對她本人就說 那是我 這真的超可怕的 超可怕的 我覺得跟她對台那個人 臉會直接黑掉 我覺得超好笑的 超有趣的 那安靜塔 為什麼妳現在不運動 呃 不好說 呃 不好說不好說 就難度而已啊 就難度而已 沒事啊 我們丟團去運動了 好啊 妳覺得跳起來有差是不是 有差 連續跳一個小時 有一次我本人看上傳到那個 JDTV 然後 我們都是就有說 欸那個 妳這個有上傳跳過裡面 哈哈哈哈 又成為傳說了 妳跟我姐跳啊 我們 欸我都覺得說 哇 欸我們這樣很整齊耶 可是我們穿睡衣喔 妳們跳睡衣 對然後 我覺得說 那個上傳是外國人看的到嗎 我說我看到的都是外國人 應該外國人才看的 我上傳說 妳是不是朋友都好看的 真的假的 而且沾不掉喔 對啊 沾不掉 因為那個只要是 你有買Just Dance還是什麼 是不是都可以看到 我記得是 只要你有買那款遊戲的 都可以看到 你知道你現在講出來了 他們都去看了 不管機板的時候 超可怕 超可怕 你知道現在聊天室觀眾 可能現在都在那邊 開自己的PS4 欸我怎麼不能三叫啊 我不知道怎麼可以欸 然後我現在就是很羞恥 因為我有PS4的朋友 有Just Dance的朋友 全部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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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真的有休息欸 超搞笑欸 好啦那還是大家需要多運動啊 等一下我們李迅還有小六 就要來到今天的節目啦 今天迅姐第一次上節目 不知道會如何 所以等一下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來今天的節目囉 好